你的小朋友有多難教我,我都會幫你教好他 大家好,我是Ms.Emma,我是一位BCBA國際認證行為分析師 今天這條是一個教學影片,教家長怎樣運用我們這份免費教材表達能力 有部份星儀不是說不出話,但往往停留在跟說的階段 他們想表達任何東西,要什麼物件都需要,可能是老師,甚至家長說出來,跟著說一次 但如果你不給他任何提示,他就只懂得拿你的衣服,叫你,拉你的手 而不是自己想想可以用什麼語言去表達自己想要什麼 所以今天這份教材,其實就是有一個視覺提示 提供給你的小朋友,當他想要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一時三刻不知道可以做什麼的時候 有這份視覺提示,提他自己要說一些東西出來 要表達到,令人知道 他就知道,原來我想要這東西,我給這張視覺提示卡的同時 變相,讓他不再依賴跟說的階段 不只是往往靠你用語言提示他,他跟你說一次,才會自己表達 而是自己憑空去想,究竟他應該說什麼去表達自己 在我們這份教材內容,你會先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格子圖案 其實他們相對地都是代表不同的東西 例如這個就是代表他想要一些東西,所以說一些東西 這個可能是有關一些問題 甚至是他要表達自己不清楚,不知道一些東西 所以可以說是不知道 這個就是往往,可能是有些人給他一些東西 他不想要的時候,他就要說到不要 或者可以表達不是的這個概念 甚至乎有一個就是當他遇到難題 例如開不了玩具,不懂怎樣做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這張紙跟你說幫,去代表 他要別人去幫他 除了可能是日常生活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他會需要去表達呢 亦都有一些物件,他可能是想跟人表達要的 基本的可能是要去洗手間 當他在做預廁訓練的時候 他缺乏了一個自發性去表達自己要去廁所 亦都可以用這些提示 提示他告訴別人他要去WeeWee 所以就有WeeWee的這個 又或者有一個水瓶,他可能想喝一些水 有時候手髒了,或者鼻髒了,他需要有紙巾 但每次他不懂得自己去想 究竟那件事要說什麼的時候 亦都會有這個自覺提示 有一個紙巾給他 他就知道我要說紙巾 他就給你這張紙巾的圖卡 同步地一起說紙巾 也都可能有些小朋友 很喜歡吃不同的零食 或者想吃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亦都可以表達吃一些的情況 所以就說石 有一支碟,有一支刀 代表他想吃一些東西 當然,如果有些小朋友 其實他的能力上是認得文字的 不過他往往都是 依賴別人要跟他一起發音去說 我也有做到文字版的視覺提示 去增強他們的表達能力 當然就有最簡單的要 剛才說的不要 他可能是有不知道 當你問他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不知道的時候他可以好好表達 甚至乎幫我剛才說的一樣 另外也有一支 就是要表達他想要些什麼 例如去廁所 或者喝水 或者吃東西 最後就是要紙巾 這些設計都考慮到 星兒在日常生活 很大機會 需要表達的一些情況 也都希望可以用到這些視覺提示 去幫助他們自己想到如何去表達 而不需要停留在跟說的這個階段 我們可以怎樣好好運用我們這一份的教材呢 首先我會建議家長千萬不要一下子 開完所有提示卡 我們先按階段逐步逐步來 可能最簡單就是 他有很多東西他會想要的 我們先教他要的這個概念 那你就可以剪這張圖卡出來 放在他面前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物件 你的小朋友是會想要的 例如說一些故事圖書 一些積目 一些玩具車 諸如此類 你先拿起他想要的一個物件 然後提示他 拿起他面前提示卡 要 然後他會給你那張要的圖卡 當他給你那張圖卡的時候 你跟他順帶一起說要 他跟你說要 慢慢連續做幾次的時候 例如他給你那張圖卡 跟你一起說要 他說要 你給他那個玩具 玩一會兒 又收回 然後又拿起他喜歡的東西 然後把那張圖卡放在他面前 他又主動地拿他那張圖卡給你 你慢慢就減少你給他的語言提示 你變相不再直接說要字 你可能可以做一個嘴型 又或者自己指指嘴巴 或者可能怎樣去提示 他是需要說一些東西出來的 所以變相他就會記起 剛才你有提示他 要說要 他就說要 說要 就給他 對他的要求 不只是他給了一張圖卡就算了 他要配合 想起自己需要去說些什麼 而過程也慢慢減少那個語言提示 讓他不會再這麼依賴跟說的這個範疇 去到最後可以很自然的做法 就是就這樣拿著他想要的東西 又或者可能你在玩他想玩的一些東西 他看到的時候 自己主動去遞這張視覺提示卡給你 同步自己說 要 要 你想要這個 我給你玩 這個情況 當然 這個視覺提示卡 也是可以慢慢減少他用的 所以他去到很熟習的時候 你可以完全在桌面上 不放任何的視覺提示卡 而他需要 看到你拿著 或者在玩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 自己自發地跟你表達 要這個情況 這樣 當我練熟了要的這張視覺圖卡之後 也可以開始加入不要的表達了 剛才要的時候 你就會特意拿一些他很想要的物件 他要自己說要去表達 這次就特意拿一些他很不喜歡的物件 例如不喜歡吃的食物 有些小朋友對一些濕黏黏黏黏的東西 不喜歡的時候 也可以在他面前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很不喜歡喝水 或者有些特定的水果 果汁 都可以用來練習說不要的這個訓練 所以當你拿起一件他不喜歡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在他面前 也可以放一張 剛才我們的視覺提示卡 不要的情況 我們來到了 說幫我這個情況 怎樣可以練習 和小朋友 去多些用幫我這個字去表達 首先要準備 就是有很多他想玩 他很想解決的事情 需要有動機 你不可以給他一個盒子 但盒子裡面什麼都沒有 他根本不想打開那個盒子 自然他不需要幫忙 去開那個盒子 但你可以給他一個盒子 但他能力所及開不了這個盒子 裡面讓他看到有很多零食 有很多他喜歡的玩具 在裡面 他需要幫他打開那個盒子 去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甚至乎有些玩具 你可能很差的 特意拿走電池 他開不了那些玩具 他不懂得怎麼玩的時候 他也需要你的幫忙 他的幫忙 去怎樣去玩這個遊戲 所以事前 你需要做一些 就是他處理不了的事情 先給他 讓他自己這樣做 做什麼都做不到 那怎麼辦呢 同樣地可以用 幫我這張提示卡 放在他面前 他做不到 你就提示他拿起這張紙 給你這張紙 你同步跟他一起說幫我 他跟你說了幫我 你就立即幫他解決了一個難題 例如說 你幫他開一個盒子 又或者幫他製作玩具 記得也要有重複練習 幫他玩了一會之後 可能又收回 或者被另外一件 他處理不了的事情 但他又是很有動機 想去處理那件事 而他也需要去重複練習 去幫我 去等你幫他去處理一些情況 最後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製造一些機會 去幫你的小朋友 去講到不知道的概念 小朋友如果知道自己的要求 可能要講很多不同的詞語 或者要回答很多的問題 而因為他回答不了 他就需要去問你 不知道 你要告訴他 讓他很順利地回答所有的問題 那我們怎樣製造這個機會 讓小朋友覺得他要回答你所有的問題 那我們其中有一個例子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他學會的一些詞語 可能是說 口述一些詞語 一排在他面前 他需要每一個詞語都說出來 可能是貓、狗、烏龜等 但中間你可以放一些比較艱深的詞語 例如海豚、鯨魚、白爪魚、海星 他可能是未接觸過或者不懂的詞語 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很順利地說一些他懂的詞語 貓、狗、鴨魚 當然他每說一個 你也可以給他一個目標 就是說一個你就拿走一個 說一個又拿走一個圖卡 等他面前所有圖卡都拿走 就代表他完成了這個任務 但是如果他遇見一個他不懂的圖卡 他卡住了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就可以提示他 可以自己說不知道 去等你幫他說答案出來 所以你也可以把這張 不知道的提示卡放在他旁邊 當他很順利地說一些詞語卡 去到有一張他不熟悉的時候 你就可以提示他拿這張提示卡給你 然後跟布地一起說不知道 他跟你說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說那張圖卡的答案 給他聽 這個是八爪魚 然後幫他拿走那張卡 等他知道我要尋求協助 去幫我完成這個問題 我才可以解答所有面前的任務 或者一些圖卡 除了可能是可以口述地跟他練習 他要說一些詞語 而他不懂那個名詞是什麼時候 他可以說不知道之外 亦都可以要他拿取一些圖卡 就是不用說了 當然有一些很簡單的 你給我一支筆 你給我可能是紙巾 同樣地亦都可以說一些比較艱深的名詞 可能是給一個螺絲批我 給一個萬字夾我 給一個打孔機我 而當他聽到這些比較陌生的詞語的時候 他亦都可以運用這張提示卡 你說什麼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他就可以拿那張不知道的圖卡 遞給你 同步地要說不知道 你就會可以教他 自發地去表達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這次我們這份免費的教材 接觸其實非常廣泛 希望家長可以應用在生活上不同的情景 提升你小朋友的表達能力 我們每星期都會在Facebook上載這條教學影片 明天即是逢星期四 我們亦都會上載這份免費的教材 只要在我們的poster下面留言 你就會免費得到我們這份的教材 希望可以幫助到這麼多位家長 我們下次見 拜拜